孙女士在喝外卖饮品时 喝出一颗螺丝 孙女士表示 当时自己喝的时候 感觉有东西卡到喉咙里 一旁同事拍了自己的背彩吐出来 结果一看见是一颗螺丝 孙女士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平时吃外卖 吃到头发虫子都能理解 密封包装的饮品 为啥会出现螺丝呢 随后联系店家 电话接通后对方 也并没有表示关心 而是说退款 面对这样的回复 孙女士表示不满 我不是在意钱 不是说让退款 说是可以理赔有保险 我希望查出螺丝是哪里来的 她也没有关心我说 有没有吃到 吃得不舒服啊什么的 她意思就是说 要不这样我给你退款 那我也是不同意的 我跟她老板讲的诉求 就是说你首先你得搞明白 你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你到底是事实上掉下来的呢 还是比如说你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 你人为失误搞进去的 而不是说你上来 就让我去申请什么 食品的什么保险 可以去理赔啊什么的 我是借一几个钱吗 我不是借一几个钱 我是想知道 我为什么我在吃这个东西 没会这么一个东西